今年第五号台风渡苏瑞28号上午持续向北北溪移动 而气象局稍早已经解除台湾本岛路上的台风警报 只剩下澎湖、金门还有警戒区域 不过在东半部仍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有间歇性的阵风还有雨势 而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已经生成 未来可能会触及台湾北部 有预计安排出游的民众要多加留意了 今年第五号台风渡苏瑞 暴风圈已脱离台湾本岛和澎湖 气象局稍早已解除台湾本岛路上台风警报 不过目前台风的西南气流也就是俗村的台风尾 仍为台湾带来大雨 东半部也会有间接大雨发生 民众出门人要攜带雨具 花莲的降雨已经开始在减弱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在花莲的地方 只有在秀林的地方可能雨势比较大 大概有到四五十的情形 然后在其他地方大概都是三四十的情形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说明天这个 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整个雨势会低很多 但是明天白天的时候雨可能水气还是蛮多的 所以在局部山区的地方还是有比较强烈的一些雨势 然后明天晚上雨势又减弱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台风这个图示 就是杜树瑞其实它已经登陆了 一点的时候它11点多的时候它登陆了 这是一点的预报单 台风警报单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风现在目前对我们东部来说影响不是很大 就是可能就受一些水气影响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残留的水气影响进来 有时候会有一阵比较大的雨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花莲应该已经脱离整个台风的暴风 然后水气越越少 然后下的雨就会越来越减缓 后面这个台风其实这个低压还没有清晨 所以来它会形成一个低压 然后开始慢慢生成 经过比较温暖的阳面它会发展成一个台风 所以未来它走向大概还是值得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情形 周五下半天风雨逐渐减小 预计周六起天气好转 各地大致多云时勤 局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雨 不过大气不稳定 午后盛防局部大雷雨 而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 是否跟着青台还有待观察 有计划安排山区吸水或海边游玩民众 要留意天气变化 记者长邦彦华联系报导